松山捷运线拼11月中通车 未来五大路线将有五个颜色 非常的明显 但交通部会同北市交通局旅刊 却也抓出了不少问题点 我们带您来深入了解 南京东路是台北最重要的金融商圈 即将通车的捷运松山线 能不能疏解这条路上的塞车潮 前提是 上班公民主以后得先克服 东江南京转程站动线问题 可是你要回到的中站站 也就是往新电线的方向 你必须来到这个回圈的这个手扶梯 然后穿过中和新路线的月台 第二种搭手扶电梯上楼步行穿越大厅 再搭一次手扶电梯 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了 先搭手扶梯上去然后穿越大厅 然后再下面一层 其实我们就已经穿越到对象的月台 然后从这边搭回到新电线 第三种方式就是原来从中和新路线的地下 第三层月台再搭手扶梯上来这边 但是数一数这边加起来 尽快要进十步的手扶电梯 如果搭错其中一台 很容易让你家搞不清楚方向 动性有够够杂的 松江南京站也是全台首座 结合了停号单边的捷运测试月台 跟双边造物是月台 未来让通行族五沙沙的排布置这个 道路标志也套用在捷运动线上 这里出现类似马路上禁止进入的标示 月台新增类似道路回转标志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是向前行再回转 但北界表示这个标志是要民众向后看 本意是提醒民众 却有可能让人看不懂 假设你是坐这个新电搭过来 南京复兴这个转程站 然后再转文湖县 坐在最后一阶车厢的 告诉你这一趟路 光是用步行的 可是要花不少时间了 这趟路真的蛮远的 因为对一个上班族穿高跟鞋的女生 真的是蛮折腾的 实测下来 顾算这一趟转程步行 花了五分钟以上 未来上班族赶时间 快步走还不够 恐怕得小跑步 最快11月中旬 要营运的松山界 未来五大线路 有五大颜色相当明瞭 但旅开下来 恐怕还有些问题 该怎么改进 得和时间赛报 记者吴嘉文终于的台北采访报道